仔细看三角阀 看看自己在漏水 看看一个睁眼大的小窟窿眼 不停的往外治水 这是厨房洗菜池下面的三角阀 看到没有 这种角阀出现这种漏水情况 一般都是合金的角阀 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人在家还好 其实发现如果没人在家 他自己都会爆掉 那就有可能给家里的木地板给他泡掉了 今天我们来给客户换一下 就这个合金三角阀换的时候都有风险 拆软管的时候有时候拆的不好 今天还可以 有时候拆的不好 这个角阀就直接断掉了 今天这个还用起还不错 这个软管用力的拆下来了 软管把手给它拧生动 还好这个手就可以给这个软管拆掉了 还有害怕的就是 拆这个三角阀 如果用气不好的话 也可以 今天只要这个角阀动了 基本上就能拆下来的 有的时候用起不好的时候 扳手还没用力 这个角阀就断了 另外还有一些断在内丝里面 取就非常麻烦了 我今天是开了挂了 用起还不错 兄弟的取下来了 然后下一步呢 就找一个我常用的拳头三角阀 长上28圈蒜尿袋 直接给它拧上这个内丝上面就行了 因为它这个在橱柜下面 只能一只手给它对走这个内丝 慢慢的往进走 看现在就卡到里面的齿牙了 先用手走一圈 走不动的时候 用这个扳手 给这个角阀走个四五圈就行了 买角阀 我个人觉得还是买全铜的好 因为全铜的一般的装上去 漏水的几率小 304不修钢的 虽然也结实 不容易断 但是材质比较硬 很容易装的时候给生雕袋给它挤出来 如果挤出来这个内丝里面 没裹上生雕袋 然后就很容易出现漏水情况 有些验的师傅应该都知道 脚阀拧好以后 给刚刚拆下来的水轮头 净水软管楼母 给它拧到新装的脚阀上 先用手拧一拧 然后就用扳手 给这个净水软管楼母 给它拧紧了就行了 基本上就不存在漏水情况 别看我换这个脚阀很轻松 因为我们干了好多年了 有条件的最好找专业师傅 别自己弄 自己弄弄得不好就废了 本次视频分享完毕 感谢观看 请多指